你想跟他说什么就跟他说什么 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这个舞台交给你和爸爸 就你们两个人 你想对爸爸说什么赶快说吧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是彬彬的高汉世界 爸爸这是我画的画 我希望有个玩意 我想对山 爸爸 不要离开我 我希望永远在你身边 我希望永远在你身边 你听爸爸的话 听爸爸的话 送到宿舍家里去 不去 去 不去 送到宿舍家里去 不去 不去 爸爸就去 我会带着这个女儿 走完我最后的一生 其实她从出生时 就是一个很不幸的孩子了 她刚出生 就被自己的亲生父母给抛弃了 好不容易 遇到一个有爱心 善良的您收养了她 可是 如今十年了 我知道可能 对您来说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困难不是说 逃避 咱们可以一起面对 跨越过去 请大家能不能帮一下麻婆 骗一下冰冰啊 我不回去 我跟你在一起 我现在可以吃完 洗衣服了 洗衣服你 已经洗了衣服你了 你那么早上 都逝了呢 我逝了 爸爸帮你送出去 我送你 在人家家里 好好地听话 好好地读书 就去啊 去 不去 不去 不去吗 不去 谁也骗不了 那如果有一种方式 可以让你和冰冰 依然在戏 但又可以暂时 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你还会冷淡冰冰吗 那复刻了一下 来冰冰 我们有点事 跟你爸爸说 你先跟这个编导阿姨啊 先到后面去休息一下 来 老代 嗯 我说句现实点的话 就刚才你们俩 抱在一起 说的那些个话 经过电视剧播出之后 我敢保证 全国没有一家父母会 收养冰冰 不忍心呢 你说冰冰跟谁会快乐呢 他只能跟你在一起 才会快乐 他收养你就等于是 硬生生地拆散你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对 你说你谁会做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 硬生生地要把一个 收养了十年 寒心如虎 为了孩子 连婚都没有结的一个男人 把他跟自己 唯一的亲人拆开呢 没有谁会这样做 那这个是我自己很愿意的呢 你自己很愿意 没有一个人敢接手 因为他们知道收养过来 冰冰在自己家里 不会快乐 而且他已经十岁了 他已经懂得很多的情感 他做很多 成年人都不能做的家务事 我确实要很愿意的地方 确实要很多事 冰冰做的这些所有的家务事 我不是说他做这些事的难度 而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 他会去做这些家务事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说要讨家长的表扬 只是想一心一意的照顾你 他不是被迫做这些事情 他是主动的 他的心智 已经不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心智 他的心思很重 如果你要是把他跟你的之间拆散 到任何一个家庭当中去 他不会快乐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所希望收养他的那家人 一家现在已经来到了节目现场 在我们的第二个现场 我刚刚之所以把这个冰冰支开 就是希望不当着他的面 来谈这么残忍的事 我现在就在问问你老大 就是这一条路了 前提条件就是你跟冰冰 不分开的情况之下 别的什么都好谈 你能不能答应 因为不是 不是我也分开 因为是这个人 是最后的切实 逼着我们分开了 待会我会让你自己做选择 这里有一个按键 按开之后 门后面就是那对 要收养冰冰的夫妻 如果你要是把他按开了 冰冰就会跟他们走 如你所愿 你可能再也看不到 我觉得这个门就在十年前 你把那个纸箱子打开的时候 那个门是一样的 十年前你选择把那个纸箱子打开了 你选择把冰冰带入到了你的生活 今天你可能又要面临一次选择 你把这扇门打开 又把冰冰送出自己的生活 似乎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家庭 最后再选择选择 所以又把他送出的 来吧 来 我们站起来 来 站起来 来 站起来 我实在是不能开的 不能开了 危机客团 我可能更可以 那怎么办呢 你还愿意做选择吗 还是放弃这个选择 我们这样 我们给你一段考虑的时间好不好 如果你按了这个按钮 门就会打开 那对夫妻就会来到现场 把冰冰带入 按或不按 你自己选择 你考虑清楚了 你就可以按前面的那个按钮 我相信 会有好的人家 三娘的人去收养他 而且允许孩子过度 慢慢的 给孩子时间 就孩子陪你走到最后吧 心情 他怎么可能说 就灰剑断情 两个人从此 老死不相往来呢 我觉得这只能增加 双方的痛苦 你们这一段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情 让我特别的有感触 那些不孝的子女 抛弃自己的父母 不去赡养他们 让他们沦落街头 我真的想他们到这个现场上来看看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亲情 他们真的应该向你们去学习 真的 金润珍珠提醒您 稍后继续收看 完美告白 如果你按了这个按钮 门就会打开 那对夫妻就会来到现场 把病病在这里 我肯定是怎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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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一年 你变得表黑 我肯定是意义怎么样 我肯定是没了 这是不要事 我肯定是留性呀 在一起 破纸我惯定 没有风 operating 我不行 就 seize 所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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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爸爸的话 回过啊 听爸爸的话 戴先生肯定经常被别人问过 你老婆呢 你没有老婆 你怎么会有孩子呢 没准很多人还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 质疑过戴先生 觉得他一大老爷们儿带一孩子 莫名其妙会有一点 甚至有人会觉得他为什么不结婚等等等等 但是面对这些质疑和实际生活当中的困难 他都跨过来了 现在这有跨不过去的坎儿 这些方法我都可以改变 所以这个 所有的贴是一个针子 我真的不敢小叫 也改变不了 无论如何 今天既然来到了告白的舞台 我们就把这个权力给冰冰 问题怎么解决 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是我们这些大人们和全社会应该考虑的 你待会儿你有什么话想跟爸爸说 无论爸爸做任何的决定 你想跟他说什么 你就跟他说什么 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这个舞台交给你和爸爸 就你们两个人 你想对爸爸说什么 赶快说吧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是冰冰的告白时间 爸爸这是我画的画 我希望有个画的画 Ex6 Wenn我没有导致 我把我担心 我可能是妈妈 就是一个 попад出 就是一个妈妈 去遇对她 你终 calves 对我孙子 我跟我担心 我 Jose 爸爸 不要离开我 我希望永远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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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送到人家上来去 还是你以后会不幸福的 但是你怎么办 为了照顾你 你听爸爸的话 还是听爸爸的话 但是送到宿舍家里去 不去 去 不去 我去啊 送到宿舍家里去 不去 不去 我去爸爸出去啊 爸爸 爸爸就是去啊 我会带着这个女儿 走完我最后的一生 其实他从出生时 就是一个很不幸的孩子了 他刚出生就被自己的亲生父母给抛弃了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有爱心 善良的您收养了他 可是 如今十年了 我知道可能对您来说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困难不是说 逃避 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跨越过去 请问大家能不能帮一下麻布 撇一下冰冰啊 我不会去 我跟你在一起 我现在可以吃完洗衣服了 洗衣服你 已经洗了衣服了 你那么早上 走湿了呢 走湿了 爸爸帮你送出去 我送你到人家家里 好好地听话 好好地多说 就去啊 不去 不去 为什么不敌呢 谁也骗不了 那如果有一种方式 可以让你和冰冰依然在戏 但又可以暂时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你还会冷淡冰冰吗 那我考虑一下 冰冰 我们有一点事跟你爸爸说 你先跟这个编导阿姨啊 先到后面去休息一下 来 老代 我说去现实点的话 就刚才你们俩抱在一起 说的那些个话 经过电视剧播出之后 我敢保证全国没有一家 父母会收养冰冰 不忍心呢 你说冰冰跟谁会快乐呢 他只能跟你在一起才会快乐 他收养你就等于是硬生生地拆散你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对 你说你谁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硬生生地要把一个收养了十年 寒心如虎 为了孩子连婚都没有结的一个男人 把他跟自己唯一的亲人拆开呢 没有谁会这样做 他这个是我自己很愿意的呢 你自己很愿意没有一个人敢接手 因为他们知道收养过来 冰冰在自己家里不会快乐 而且他已经十岁了 他已经懂得很多的情感 他做很多成年人都不能做的家务事 我确实要是谁不得理他 确实要很多事 冰冰做的这些所有的家务事 我不是说他做这些事的难度 而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 他会去做这些家务事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说要讨家长的表扬 只是想一心一意的照顾你 他不是被迫做这些事情 他是主动的 他的心智 已经不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心智 他的心思很重 如果你要是把他跟你的之间拆散 到任何一个家庭当中去 他不会快乐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所希望收养他的那家人 你现在已经来到了节目现场 在我们的第二现场 我刚刚之所以把这个冰冰支开 就是希望不当着他的面 来谈这么残忍的事 我现在就在问问你老大 就是这一条路了 前提条件就是你跟冰冰 不分开的情况之下 别的什么都好谈 你能不能答应 你会不是 不是我一分开 你会是这个人 是所有的切实 离着我们分开了 待会我会让你自己做选择 这里有一个按键 按开之后 门后面就是那对 要收养冰冰的夫妻 如果你要是把他按开了 冰冰就会跟他们走 如你所愿 你可能再也看不到 我觉得这个门就这十年前 你把那个纸箱子打开的时候 那个门是一样的 十年前你选择把那个纸箱子打开了 你选择把冰冰带入到了你的生活 今天你可能又要面临一次选择 你把这扇门打开 又把冰冰送出自己的手 似乎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家庭 最后的选择选择 所以把他送出就得了 来吧 来 我们站起来 来 站起来 哎呦 实在是把木开的 木开的 我一避可算 我一会儿给他更快 可活得更快 那怎么办 你还愿意做选择吗 还是放弃这个选择 我们这样 我们给你一段考虑的时间好不好 如果你按了这个按钮 门就会打开 那对夫妻就会来到现场 把冰冰带走 按或不按 你自己选择 你考虑清楚了 你就可以按前面的那个按钮 我相信 会有好的人家 三娘的人去收养他 而且允许孩子过度 慢慢的 给孩子时间 就还要陪你走到最后吧 心情 他怎么可能说 就灰溅断情 两个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呢 我觉得这只能增加双方的痛苦 你们这一段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情 让我特别的有感触 那些不孝的子女 抛弃自己的父母 不去赡养他们 让他们沦落街头 我真的想他们到这个现场上来看看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亲情 他们真的应该向你们去学习 真的 金睿珍珠提醒您稍后继续收看完美告白 如果你按了这个按钮 门就会打开 那对夫妻就会来到现场 把冰冰带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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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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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